要跟各位介绍 上个礼拜的影片我会放在教学论坛里面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收到信件 未来如果你希望再收到上课的影片的话 请各位自行加入到这个论坛 底下自强这个 当然这个论坛是不公开的 也就是只有上课的同学才可以加到里面 然后我会做审核 就是你要告诉你的名字 如果你名字没有给我的话 那我可能就不一定帮你 因为我不确定你是谁 像这边有同学 他上课的 那我会再check一下 这个是哪位同学 有没有在现场 你吗 那我会核准的话 那这个审核之后 你用你的Google账号登录之后 以后就会看到这个里面的上课内容 比如上个礼拜这边第一次 那你如果要看到 这个完整的影片的话 这边有完整的教学 就会有一个YouTube的这个连结 那你点击之后呢 就有一个清单 理论上呢 当然我的习惯就是我一回去 把它转档 转档之后的丢到YouTube 那你们就可以看到上课的连结 OK 然后手机上一样可以看到这个清单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清单 在这个 总共上个礼拜录了四段影片 OK 那你可以把你比较不熟的 像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 关于那个安装环境的设定 还有课程 先课程说明安装环境 所以我们把这个懒人包给下载 然后并且做一个设定 那懒人包里面基本上 就是把Eclipse跟Python做一个串切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可以新增专案 并且新增模组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撰写程式的话 就是先一个新的专案 然后底下呢 就加模组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专案 你就不用再新专案了 除非说你要写别的东西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编辑那个放大缩小 Ctrl键加 Ctrl键减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 你的编码方式全部改成UTF8 那这样的好处就将来 你就没有乱码的问题了 OK 因为我们环境是Windows 是微软的 那微软很奇怪 它就是用跟别人不一样 它就是所谓的不是用 NoneUTF8 它不是用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把那个Workspace做变更就好 那上礼拜如果变更的话 今天就不用变更 因为它会存在我们的设定里面 所以你只需要怎么样 把它打开来 我把它重新打开 打开的方式其实也非常简单 因为它是免安装的 所以请各位就开启什么 开启你的电脑 本期 然后找到那个C点底下的那个目录叫Eclipse Python 直接去开启这个Eclipse 那理论上 如果你电脑有装那个Java就不会问的 但如果你电脑没有装Java 上哪一半有提过 那你就把Java装起来 记得是装了64位元的 X64那个 OK 刚刚有同学遇到那个问题 它装了会发现它原来有旧的 你记得要把旧的先移出 再装新的 可能这样的问题 因为它很单纯 这种其实基本上很少遇到 没办法使用的状况 趋近于零 当然有问题就是都JD 给装起来好像 大部分同学反应都没有状况 都OK了 所以将来你只需要把它执行 那记得就是你的Workspace 所谓的Workspace呢 就是你将来城市所放置的工作区 也就是你所有的专案 都会放在这里面 OK 那它是 我是放在C碟底下的 那个Python的Workspace 2020 所以你也可以从什么 本期里面 找到C碟底下 一定会有一个这个 Python的Workspace 2020 其实这个路径呢 就等同于什么 你的C碟底下的这个路径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打开 你会发现这里面呢 就会有 应该会有个Test 我们上一半好像有建一个 那个专案 打开 有个Test 那Test里面呢 会有个SRC 所以SRC我们写了一个Test的点Py 程式就在这里 OK所以呢 这个Workspace实际上就对应到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那个 Workspace实际上就对应到一个 实体的电脑的一个目录就对了 OK 按一个Launch它会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当然它会出现那个 这个打开 有一个Wellcome 你把这个Short later把它关掉 然后这个把它Wellcome关掉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然理论上它会开启上个礼拜写的啦 我们就写一个什么 A等于3 B等于2 然后上把它相 当然你可以加减乘除 或这个乘乘几次方 那如果它关掉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从左边这边有一个专案 这边打开来 有个SRC 另外你在这个Test点Py 点两下 它一样会把你的专案里面的模组 打开在这边 那将来呢 如果你要写新的 下一个新的这个程式的话 你只要在SRC上面 再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New Other 记得再选那个PyDiv的module就可以了 那你就再给它一个名称 那就可以继续往后面 写一些其他的字 那所以请各位先帮我把 上个礼拜这个环境打开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写一些其他后续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请各位一样 到云端白板里面 找到这个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二个单元 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这个单元 那其他当然 在云端这个里面的话 除了说可以从云端白板里面看到一些 你需要的资料之外 还有讲义啦 所以讲义里面我有放一个 就是 这个一个入门班的 一个制作的 这个 讲义在这边 你也可以拿这个讲义来参考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谢谢 谢谢